俱乐河这本书籍里头 许多人觉得最难忘的 是齐邦云写下了 他好似的青春中的初恋 那个时候什么叫青春 他说就在逃难的过程当中 他到了某一个在大地中的一片湖水 湖水里头出现了他的脸 他才发现他自己长大了 看到了在大天地之中他的模样 也在那个过程中 有一个男孩告诉他 你知道你有多美吗 这是整个剧流河里头 最美丽的一段故事 男主角张大飞 女主角齐邦元 张大飞原名并不叫张大飞 他的父亲是东北的抗日英雄 日本人公开处罚他 不只是叫刑 对他泼油漆 然后焚烧致死 为什么不是泼一般的都是泼油 然后呢你泼上了石油以后 很快的一点火就焚烧了 为什么是泼油漆 因为油漆烧得比较慢 对一个人的公开处死 这样的一个临时致死 会让中国人更加的震撼 作为一个孤儿 他的儿子逃到了北平 也开始加入了抗日的行列 改名字叫张大飞 是非的飞 他要为这个国家争一口是非 然后呢最终他加入了空军 所以又变成了飞起来的飞 张大飞 这是齐邦元和他的关系 因为齐邦元的父亲当时在北平负责的 是对东北当地的抗日行动 所以东北的小孩就到他们家里头来 因为他们都是孤儿 没有家可以去 他的妈妈呢 在那个年代里头就照顾了 所有这些东北的孤儿们 没有家的人们 齐邦元曾经被别人问到 为什么你书写里头的人都这么美 这么善良 他说我的世界非常小 就是我的爸爸 我的妈妈 我的爸爸就想着 很多人把他的肚子拖给了他 怎么照顾他们 我的妈妈就想 这些人都没有妈妈了 如何来我们家吃一口水饺 这些人走的时候 妈妈在后面追着他们说 吃饱了没有 吃饱了没有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世界 而张大飞后来向齐邦元 表他爱意之后 也是他们人生最后一次见面 张大飞最终 在1945年 八月日本投降前半年 因为在河南的一场重要的战斗中 身亡了 生前呢 他对齐邦元形成的最重要的影响 他没有家 他没有皈依 他只有一本圣经 带着圣经里头 他所默念的许多信念 每一次执行任务的时候 他知道他必须杀敌 但是即使他歼灭了日本所谓的敌人 他并没有痛快 他看的是日军惊慌的脸 张大飞最终为了国家所交给他的任务 在空中失事 最终被日军歼灭死亡 他留下了遗书 他告诉齐家的人说 对不起 你们如此的照顾我 你的妈妈 齐氏英的太太 在我没有母亲的时候 给了我一个充分的母爱 但是我却留给你们的女儿 如此的悲伤 如此的痛苦 最后 在所谓抗战胜利的那个晚上 在那半年前张大飞死了 过程中他妹妹死了 他认识的很多人都死了 他说了一句话 那个抗战胜利的夜晚 重庆狂欢 而他呢 欲哭无泪 因为他知道 他说了一句文学家的话 我们这些人 是窃取别人的生命 而活下来 很庆幸 有这么一位文学家 历史学家 他以惊人的记忆力 为大家写下 中国在抗战史里头 属于老百姓 属于血泪史 属于许多 那一段很多人青春里头 令人不能忘记 但是居然在过去 我们所有的文学作品里头 几乎都快消失的 这些血泪史的一页又一页 在那个人人高喊 中国有我不往的激昂年代 孤儿张大飞报效 由美国军人 承纳德号召的 志愿飞行队 从昆明泥泞的机场出发 迎战日军 举世闻名的飞虎队 飞机前舱 欺得是张开大嘴的鲨鱼头 一少及多打 击落了数倍的日击 减少许多中国军民的伤亡 在抗战中 成为家喻户晓的神奇故事 有一封信 他告诉我 前天升空作战 搜索敌机 正前方云端中 突然出现一架 漆了红太阳的飞机 他清清楚楚地看到 驾驶苍林那人的脸 一脸的惊恐 他来不及多想 只知若不掀开枪 自己就死定了 回房至今 他忘不了 那坠下飞机中 飞行员的脸 我没有看见 但是我也忘不了 那在火焰中的脸 信尚倾诉矛盾 苦恼和思佳之情 在战火缭绕 秘如浮游的大时代里 张大飞是所有少女 憧憬的英雄 是一个远超过普通男子 保卫家伙的英雄形象 齐邦元告别了南太岁月 进入武汉大学外文系 此时校园里 左派思潮蠢蠢欲动 人心浮躁不安 但这些纷扰 都比不上1944年 张大飞殉职的一纸恶号 他那封信 在我心里已经背了一千遍 因为对我太重要 他从来就是身世悲惨 然后到26岁就死了 我觉得我们很亏欠他 他们做的事情 他们所帮助的人太多了 你知道他没打下 他们只打轰炸机 他所打下来的轰炸机里 那些炸弹要炸死多少人 他们打掉的轰炸机 每一架轰炸机 他就救了几百个 几千个人 我只是觉得我们很亏欠他 而恰好对这样一个人 对我有过争情 我觉得很 应该很觉得光荣 1945年8月15日 日本投降 但对齐邦元而言 却是失落的开始 中共煽动大学的前进学生 以反对内战和美军干涉内政文明 在各地发动学潮 隔年国共内战全面爆发 6月1日 在武汉大学校园内 军警扫荡中共地下党域 发生学生砸毁军车 抢夺陷兵枪支 酿成校园枪击的不幸事件 六一惨案让国民党失了民心 更埋下失去江山的种子 1946是中国的真正的转捩点 因为1946如果 国共不是开始这样的抢权力的话 好好商量的话 中国应该是朝修补的路走 这是多么可悲的事 很多很多的人到那一天 还没有一天的安生的日子 从1937打到1945 1946只是第二年 所以我说胜利是虚空的 一切都是虚空的 对不起 想到胜利的时候是很难过 对不起 我确实很想不开 对 有时不知不觉 觉得很遗憾 随着抗战胜利 齐邦远难忘的大学生活 也画下句点 国家满目疮痍 莫名的落寞 笼罩在许多 幽国幽民的知识分子心中 想要逃离纷扰的冲动 促使齐邦远接下了 台大外文系的聘书 远渡重阳 落脚台湾 1949年 身心俱疲的齐士英 搭乘国府最后一班飞机 从重庆抵台 流亡妇女异地重逢 竟是无限感慨 齐士英是政府签台后 首批东北地区的立法委员 他鼓吹建立多党政治 积极扶持台湾民主运动 在1951年 遭到蒋介石开除打击 他真的很快乐 他不气吗 他说我现在可以多一点时间 把那些没看完的书看一看 他55岁被拱网 对对 从此以后 他愤怒 不愤怒 他做立法委员 他说我现在说话没有顾忌了 不所顾忌 我也不是欠谁的 齐邦远印象中的齐士英 腰板始终挺直不弯 东北硬汉 扶袖毁别政坛 丝毫不留恋 他从来认为朋友绝交 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不说一句坏话 不是说他怎么高明 这是老一代的看法 齐邦远来台60多年的岁月 继承复制 传道授业 参与中学教科书编撰 更致力将台湾本土文学 推向国际社会 齐老师是整个推动 整个把台湾文学 推向世界的最重要的推手 他很早很早就有远见 在国际编译馆编了这个 关于台湾文学音译的书 然后在美国出版成为 美国大学的教科书 齐先是台湾文学的Guardian Angel 是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他对台湾文学是热爱 他对台湾文学的热爱 我常常跟齐先说 我想你不要那么热心 你不要那么热心 齐先对台湾文学是过度的热心 因为他太爱他了 晚年的骑士鹰长到三只 独自面海而坐 看着远洋的船只驶落 不发一语 往前看就是东北方 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 是回家的路 是渡不过的去留河 过往回忆不断折磨着他的余生 但他说我们是回不去了 埋在这里很好 他是生不逢尘的一带 他是个独子 有一个家产 有一个地方 他觉得他有责任 他觉得他该撑着那个家 结果他撑不起来 他觉得自己很不像个样子 对 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纪念的 我们常常说爸爸 你讲一点当年的事 我将来写一点你的东西 他说我没有可写的东西 我辜负了一切 我死了以后与草木同宿 我死以后与草木同宿 这是他一再的讲 他说我没有尽到任何责任 我在家里没撑个家 给父母引来无数的麻烦 然后我流亡在外 从没回去过 1950年左右 我家乡的祖坟被挖 房子被残 因为他是国民党 在国民政府 一个人因为你而把祖坟都给产了 他还能高兴说 我蛮不错的 我革命了 不是的 他觉得他是很不孝的 我的一生与草木同宿 很抱歉 对不起父亲 对不起母亲 对不起自己的祖先 因为祖坟都被产掉了 1987年8月 医生向往中国实现西方民主政治的 歧师逝世 比蒋经国早了半年 那么样辉煌的一生 打了那么样辉煌的八年战争 到后来把你堆到一个岛上 叫你自生自灭 隔年齐邦员从台大万文系退休 七世音的一生 如同太平洋的水 惊天动地 从汹涌的巨流河 冲进了台湾南端的崖口海 航行两千里 再也发不出怒涛的声音 阴灭生肖 几天末地 圣经里头约伯记 最后说约伯一生 所有的东西都死掉了 什么都没有了 最后 他还是没有背叛上帝 因为他认为 你给我所有的试探 都是有原因的 都是有意义的 所以他后来又给他受命 140年 我的天哪 活140年 当然是很夸张的 是不是 就是给他时间去回忆 叫他把他回忆的东西 写下来做个见证 那么我这种人 从小那样的病 能够活到八十岁 开始写一本心里头 写了一辈子 而没写的书 是不是就是像 上帝对约伯一样 好 你还是这么固执地 相信你相信的东西 所以给你点寿命 你把它写出来吧 抽搐多时 岁月逼迫 在锚蝶之年 齐邦元终于动笔 用文学回应历史的无常 25万字 字字发烫 如此悲伤 如此愉悦 又如此独特 我还希望人优雅地活着 我希望人好好的活着 我们现在不但活着 还好好的活着 我希望世世代代 能够好好的 优雅地活着 史诗班的巨流河 在2009年齐邦元 85岁内年成书 江水每夜乌夜的流过 都留在他的心上 滔滔不绝 回味诉说着 20世纪里埋藏的 巨大光荣和悲伤 如此遥远 却又不曾遗忘